但现在汽车的无人驾驶还在实现中 专家预言无人飞机却马上要抢先登场了 除了波音空八两间航空公司的龙头 很多新创公司都在开发飞机的无人驾驶系统 虽然要实际运用在商业载人的飞行 法律要先松绑 但是预估未来几年 货运飞机就可以利用全自动的电脑操控 渴望可以大幅度的节省物流的成本 虽然不是电影《星际大战》里的XE战机 但是表现同样让人惊艳 没有看错机舱里所有的操作 从起飞到降落 全靠电脑自动运作 我们刚刚回到X-Wing的全自动的航空 我第一个印象是 它很普通的 不止X-Wing这家新创公司 科斯拉自驾团队的成员 也投入类似的航空自动驾驶领域 对飞行自动驾驶这么有信心的 不只是新创业者 连波音和空中巴士 也在进行无人飞行驾驶的测试 随着航空业的蓬勃发展 自动飞行其实就是透过技术人员 在地面远端控制系统 并且跟塔台人员联系 机上只要配备一名机师 在紧急状况下做出反应 光是减少的机师人数 预估一年就可以为航空公司 节省600亿美元 而且业者强调 自动飞行模式还更加安全 由于相关法律还没松绑 加上先前的波音737 MAX事件 让外界对飞机上的电脑感应装置 存有疑虑 商业客机想要使用无人驾驶设备 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此业者把眼光放在货运航空产业 预估到2025年航空货运市场 可望达到将近1000亿美元 自动飞行驾驶系统有助于减少成本 增加安全性 不论是FedEx UPS DHL等民间物流业者 还是美国的国防部都开始着眼于 无人驾驶设备 要发展出更多飞航的可能性 TVVS新闻 综合报道